看这个青色的记者连线照是谁呢 原来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就网友po出了他过去当记者主播的照片 当时你可以看到是高刘海 穿大店间的西装 被说有北韩感 没想到就调出卢秀燕 他本人亲自回应了 还加码了三张旧照 说这个是当年最流行的啦 现在不是又开始流行 oversize了吗 短卷发高刘海配上宽松店间外套 网友在迪卡尔po出这张照片 要大家猜猜看他是谁 有人说看起来有北韩感 也有人说看起来像日本演员 乔本还奈 答案揭晓正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卢秀燕曾当过记者和主播 不过为了让消费者安心 也为了避免连累到其他的瓜农 所以还是毅然决然的 把这批西瓜给销毁 民国76年卢秀燕播报的发型 和衣着风格都跟网友po出的照片一样 卢秀燕自己也在脸书po出三张 以前的工作照 你回家看看你妈妈的照片就知道了 当时这样的打扮是最流行的 卢秀燕说当时这个造型 就是最前卫的 而民众翻出他的旧照 他说感觉很有趣 一张照片三十年前的流行装扮 也勾起许多民众的回忆 华世雄王善肖玉叶台中报道